稿件裡面有很多都是80年代的景色 那個年代的資料搜集多不多 搜集資料很辛苦 開頭真的玩不到的很多 今集想跟大家分享的這套作品 是輕鬆當中 也充滿著香港情懷 說的就是我手上的這本 牧羊冰室 而今集的嘉賓就是阿王 Hello Hello 大家好 故事有什麼特別呢 玩回80年代的一些情懷 其實我小時候的故事 加了一些古靈精怪的超能力 想搞笑有趣 其中一樣是主角 他是可以控制氣味 他又可以運用超能力去導彈 擋出超能力失控 得到一些好的東西 通常有些負面的東西會帶出來 我就是想說背後的東西可能很沉重 越蓋越大膜 其實是不是應該不要有這種能力 牧羊冰室 裡面多不多東西吃的呢 有放一些經典的 紅豆冰 西刀 菠蘿冰 我們去到就很鹹食 炸雞腿 是啊 乾炒牛河 有這些 揚州炒飯 先介紹一下這幾個角色 這個就叫阿楠 超能力就是控制一些液體 這個叫阿楠 他的超能力就是可以控制氣味 他是做廚師 氣味很適合他 都很少英雄人物是玩氣味的 經常想想一些特別一點 這個就是阿牧 他的能力就特別一點 不說得知 先賣個關子 這個就是女主角阿孫 他是阿楠的妹妹 他的身分也很奇怪 好像精靈一塊塊魂 人家看不到 可能是能力和能力者之間 就會感受到他的空間 稿件裏面有很多都是 80年代的景色 甚至是建築物 那個年代的資料搜集多不多 搜集資料很辛苦 最初真的找不到 不過很幸好後來 找到一個Facebook 很多情懷 即是那些 真是我以前屋邨那裡的環境 大概跟環境 組合自己小的4Pan 因為現在都拆得很多 如果要找回這些屋邨 真的當年那些小朋友看會很開心 咦 我小時候也是這樣 今次的主要場景 牧羊冰室 是挺深的 我自己對冰室的感覺 跟爸爸媽媽 現在進去冰室已經很開心 還有那個年代 如果看到有按鈕的電話 是覺得很厲害 其實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很小的 好像一些很地道式的小店 搞笑的是 劇情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漫畫上的處理 你怎麼去拿捏 如果一開始想清晰的人物的設定 你要做搞笑的位置 其實很容易 當人物的性格已經很少了 有一點反差了 他的行為 他某些執著 他做到那個點就可以做到搞笑 現在很喜歡看漫畫的 因為漫畫的那種輕鬆搞笑是很地道的 每個星期都去買一本 那種搞笑好像現在又沒有了 很想放進去 聽完你講 我更加期待 如果大家都想看這一套 牧羊冰室的話 我覺得大家在動漫節 就真的要快點買一本 好像剛才那樣衝過去買 那收回我們香港這一份 比較地道的輕鬆 幽默或者搞笑的文化 那今集再一次多謝阿黃 多謝阿黃 到時謀佛再見 好 拜拜 拜拜